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Bitcoin Bitcoin呢,我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的 加密,Bit就没有讲过 但是Technical Analysis就是技术分析 其实也是可以分析 所有的这些 有图表的这些,有Ksend的这些 走势的 这样我就尝试下 用这个来分析一下Bitcoin Bitcoin它最大的交易的platform 几次就是Bitcoin 那我就用这个数字来 来分析一下,它是龙头嘛 它的交易量 它的成交量 价钱的都是 对其他的platform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而且我觉得大多数都是follow它的 OK 老实讲这个是高风险的 这个一个投资 投机 对技术分析的要求是相对的高 你看好它的话 你就觉得它会上 你不看好它的话呢,你就觉得它不值得 不值一分钱 就是这么简单 嗯 见仁见智 我们就是当在 学习的这个Case Study 这样来一些分享 来看一下 这些我的技术分析呢 用在这个Bitcoin 是不是也同样的比较有效呢 这个还是我的重点吧 OK 来看看下 呃,我是强调M200 很重要 200天 你看Bitcoin呢,我是用10 我觉得 它是24小时 都有交易的 比较敏感一点 可能要把它用去 比较短的 一个Time Frame 这个看你是投机 我知道呢,很多人是用一分钟都有啊 OK 我还是去继续用一天 来做一些分析 因为我们不是Full Time Trader OK 200天 你可以看到很 你可以看到吗 Tap 破之后 它一直都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200天 也就是说现在它的头码呢 你看图主要是一种在这边 而且呢 而且呢,现在呢 已经是在 正在它的这个比较 Volombovoa的这个 Lower Range里面 这个box啊 这样子里面 so 也就是说啊 非常关键 这一条线 这个Volombovoa 这个筹码风的最低价 不可以Tap 破 Tap 破的话 可能就要卖空 你要放空了 大概多少钱呢 大概是3万7 3万7左右 Tap 破3万7的话 就会去挑战这个52周前提 这条线啊 是52周啊 的这个Low 多少钱呢 3万2 3万3 呀 so 现在是3万7 3万3 相差5千块 相差其实很 其实不远罢了 呀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Tap 破这一条 Range 就是一个翻空的机会 然后呢 很大机会呢 就在这个52周这边 这个就弹上去了 这是我的看法 呀 如果他继续在这边Range里面 叮叮咚咚咚的话 没有Tap 破的话 呃 但是就 可以再玩一个东西叫做 呃 怎么讲啊 这边买 这边卖 因为他在箱子里面嘛 箱子里面 底部有个支撑就弹上去 就看他这个200天均线 应该是过不到的 他就这边卖出去哦 就玩一个这样的这个 呃 低买高卖的这个交易动作 呀 这个只是我的看法啦 因为我没有交易过Bitcoin 我只是想 我只是尝试一下 用技术分析来分享一下 但是这个是Day 我们来看看下 八卦下 如果我是用4个小时呢 4个小时 就 比较清楚一点的走势 可以看到 他可以看到他的底 还是一直低 一直往下低 一直往下跌 呀 呃 基本上是等着 要几时 要Dap 破罢了 但是 也是一样 也不看这条线 他会不会弹上去 我觉得如果这边弹上去的话 应该是有买盘拥路吧 有很多人会去做多 那时候 主力线就看这条 BOC 4万 就是说 如果他 如果他在这边 3万7弹上去 4万块 就是Turket Price OK 这个就是我对Bitcoin的一些看法 呃 我觉得可能我每 下一次我也会把它加进去吧 如果你觉得 有兴趣要听的话 就给我知道下 我看一下多不多人去like 多多人去share 呀 嗯 当然有什么意见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让我知道 谢谢大家